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纽约市紧急医疗服务中心19日表示,随着新冠疫情期间纽约市的财政危机加剧,为了削弱预算,该市400名紧急医疗技术人员和护理人员将被解雇,据悉这只是纽约市裁员计划的一部分。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的发言人比尔·奈德哈特没有否认这一计划,他表示市政厅不希望裁员发声,但由于缺乏联邦救助资金和借贷权,做出这个决定也是迫于无奈,虽然他们正在和工会合作,努力寻找避免裁员的方式,但不幸的是所有机构都将面临裁员。 白思豪解释,由于大量人口离开纽约,商店关闭,旅游业几乎没有开放等原因,该市税收急剧减少,遭遇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他们可能需要削减多达2万2千名员工。 美国政客杂志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称,纽约紧急医疗服务中心需要在本周末之前向市长的预算团队提供一份裁员名单,而具体裁员行动可能会在通知员工后30天之内进行。 尽管急救医护人员在春季新冠病毒爆发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美国因新冠疫情受到冲击时,他们也被包括在裁员计划内,纽约紧急医疗工会负责人巴齐来在接受采访时抱怨,急救医护人员每天都在努力维持救护车运行,要如何裁员。 据巴齐来所说,在高强度的工作下,该部门已经损耗了数百辆急救车,而且尽管在同一机构工作,急救医护人员的薪水远低于消防员,他们为了如此低的薪水,承担巨大风险非常不值得。 据悉,该市的紧急医疗技术人员和护理人员在3月和4月初时,每天要接到6500个求救电话。 在高峰时期,新冠病毒在纽约市肆虐,导致近四分之一的急救医护人员患病。巴齐来对裁员计划非常失望,他称,昨天医护人员还被誉为救死扶伤的英雄,今天政府就像丢弃无用之物一样解雇他们,相信纽约人民也不会认同。 此外,巴齐来还担心裁员会将纽约市民众置于危险境地。 布鲁克林最近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疫情,第二波疫情正步步兵禁,他称,如果裁员人们将因等待救护车而死亡, 这就是事实,截至8月20日,纽约市已有两万三千多人死于新冠肺炎,然而由于裁员计划,急救医护人员的工作似乎从必不可少变为可有可无。